各位網友好,華記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昨天說過想出一本書 關於香港這幾個月發生的動亂、暴動事件 新聞沒有報出來的事 這件事我本來的取態是在我上班前或下班 所以我不會在家裡拍攝,亦不會在公司拍攝 最初我打算在這裏上班 但因為華記這件事件 目前被連續很多天在傳媒上 DHL的事件放大,進入很盡 每天瘋狂地轟炸我 無論是網上攻擊或連同牆 貼到我涉及華記的餐廳 做到很多影響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在東京的辦公室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上班或下班以外的事件 現在根本是影響了我日常的生活 被傳媒做到我 我只是一個小市民發表一些小小的意見 但沒辦法影響到我日常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在東京的辦公室 再說一次,我在香港沒有華記 不要搞別人的商店 我寫了幾本書 2014,2016,2018 我交代我寫那本書 因為我打了給編輯 他跟我說 華記,你寫這本書 沒有問題 但如果我有一個專業的角度 其實你這本書沒有人看 沒有人買的 因為他跟我說 政治現在的事件 一天都嫌多 不過,我最快出了三四個月後 整件事已經過世 根本是沒有人買的 楊先生,你要明白 你給我一生意,我做OK 但你出這本書其實沒有人買的 你做一些事 吃力不討好 你做來做什麼 你出一本書來做什麼 大家認識了這麼久 你出一本書是虧的 你自知那些錢出來 你浪費十幾萬,何必呢 你出一本書 你出一本書 我本來在6月12日 你們暴動完那天 由6月13日 深夜凌晨4時多 我拍第一條影片 其實我沒有想過會有今天 我只是想拍一條影片 是抒發給自己的同事 我從來不想做公眾人物 我從來都想很低調 我從來都想很低調 我完全不想出風頭 我完全不想做政治人物 大家明白 我這是一個初心 但是現在去到 我收到很多人 他跟我表達一個數學 就是 華基你要代我們說話 因為我很多時候 我們沉默的一群 如果我們出來說話 就會被人搞 或者不想出鏡 受到很多很多的 不同程度的傷害 因為這群黑色的勢力太厲害了 因為他佔了730萬人口 有120萬至130萬年青人 有八成都是支持反政府 支持泛民 甚至乎是港獨 其實現在社會有很多不公義 很多打老人 打孕婦 堵塞機場 亂打司機 駕駛車輛來虐待 很多很多說不完 但是因為我想 出書的編輯就問我 楊先生你是不是還要出 如果你要出 那你要買相片 就花很多錢 因為你的相片 全部要在公眾媒體買下來 因為你自己拍 有時我們直播的相片 又不能拿去買 所以我就想 出這本書的目的 第一件事就是 還自己的清白 我亦都想有很多黃絲港獨的人 看不到那些東西 就展示出來 因為很多事情就是 譬如 今天8月20日 我們施谷又被人連連同牆 現在在日本有東京 有幾個香港人 都當作我是一個 絕世的壞人 很多抹黑 很多網絡欺凌 但這些都不是事實 我從來做人都是頂天立地 光明磊落 如果 我是做生意要賺錢 我告訴大家 這期 要移民 去馬來西亞 或者去日本 我告訴大家 我這本書 是我第一個人寫大馬 我是約 李宗偉的時候 第一個人 是投資大馬 似乎他幫人做第二家園 如果我肯做 基本上 我告訴大家 特別是日本 我全部拒絕了這班人 如果我要做生意 我說移民 大家知道 很多人找過我 說移民 所有黃絲的人來找我 我都語重心長 我都是講了一些方法 怎樣來日本 我一毫子都不會收你 但我亦都不會做 我拒絕了很多這些 全部不做 大上夫有所為有所不為 熟悉我的人 或是旁邊的人 都會知道 甚至乎有些蘋果日報的記者 我也感謝蘋果日報 因為過去也有很多報道 都是我們公司 由蘋果日報報道出來 我都要感謝他 但問題 我過去十幾年 都是蘋果日報寫稿 但我從今天開始 已經不能再跟蘋果日報寫稿 受到這三天的連續轟炸 而且 蘋果日報記者 這幾天 不斷施了我們的同事 每天都會吸收我們公司的資料 其實 何必 我光明磊落 你想入我 很難的 我無兒無女 無父無母 連女人都頂不順 走路 現在基本上 是天殺孤星 我終於明白 看糖果老師的 Mission Impossible 原來 稍為做些事 根本沒有人可以頂得順 因為你會連累周邊所有的人 但問題正正因為 我的身份就是這樣 所以我更加不怕走出來 因為你搞不到我的子女 因為我沒有子女 你也搞不到我父母的粉頭 你明白嗎? 我不會向惡勢力低頭 因為我現在做的事 一般是正常人的事 我不想出風頭 但因為我沒有東西輸 你怎樣搞我 我告訴你 就算我一無所有 我去到全世界哪個角落 我勤力發奮徒強做工 找兩餐我沒有問題 就算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完全不懂得說那種言語 或者我完全不懂他們的文化 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想生存的戶口是不難的 只要你努力 24小時 你每一天都想怎樣去做好些 但我講回這本書 因為很多人問我 香港發生甚麼事 很難說的 三天三夜說不完 這麼複雜 我要透過寫一本書出來 記錄了來龍去脈 用我第一身的角度 和客觀的事實根據 敘述整件事出來 這本書我不是想賣錢 我只是想送給別人 就算有收入去捐 也好 我不想賺錢 只是想敘述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事一物 例如有司機被人打 有老人家被人打 有些警察被人嚴重傷害 有吃氣有彈 有些警察的頻道 我都認識他 我可以做一些訪問 我希望將事實說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是出本書想賺錢 大家不要誤會 所以我很感謝編輯的中谷 告訴我 香港人很羨慌 你出了這本書 也很浪費 我不是要人買的 我只是想記錄完 一個完整的事實出來 當然是有些困難的 因為現在這個已經嚴重 影響了我日常生活 我可能也要花點時間 花點心思去寫這本書出來 因為我不是文人出身 我是一個一屆武夫 我是一個草屆基層的小市民出來 所以我寫這本書 對於我來說很困難 但我只能用我的表達能力 逐一逐一 用我的事實的根據 聚述出來 我不用作 我只是表達一件真的事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就算是一些不同顏色的界別 你都可以給我資料 只要是真相 我就可以寫出來 沒有問題 那你說 為何在日的華人或學生 全部都是支持反政府 其實我明白的 因為他們的手機裡面 裝了一個蘋果日報應用程式 他每一天就是看蘋果日報的訊息 他每一天就抹黑我 每一天就抹黑香港政府 每一天就抹黑共產黨 你那些人便會受警 受貢 因為你每一天吸收的資訊 就是抹黑的東西 你這個人很難不偏頗 因為他覺得那件事是對的 越滲入去便越不能自拔 所以 其實我都不會責怪 譬如說 日本這群黃絲港獨的人 很討厭我 或者去抹黑我 或者說我一個絕世大魔王 其實我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不會生氣他們 因為 當你每一天收到的訊息 是這樣的時候 你有這個誤會 我覺得 很正常 但問題是你怎樣醒醒呢 我沒有意見 我亦都不會給你方法 歷史會還一個公道 所以我覺得寫一本書出來 可能若過一年後 大家才會明白到 我今天做的事 只是做一些正常人的行為 我不是做什麼本錢 又不是做什麼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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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說Youtuber 嘩重取寵 做一些很噁心的事 就是騙Like 在Youtuber收錢 我亦都不是吃娛樂圈化 我亦都不是吃政治化 我本身是一個很低調的少少商人 但現在 時而世而逼得走出來 都不能縮 加上我自己的背景關係 我沒有任何包袱 你搞不到我兒女 搞不到我父母 我天煞孤星 所以我什麼都不怕 我只是憑一火 正常人 一些正常的行為 一些正常的思想 去做一個出發點 我完全沒有任何政治利益 在這個情況下 你想入我都很難 我又不吃煙 我又不喝酒 你想渡我 也渡我不到 我最後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想挑戰我 我不怕 和你做一個比較 例如說 未來幾天 即日來回上富士山 現在和你鬥行山 即日上 即日下回 鬥快 都沒有問題 即日下回 你對我 這麼有仇恨 或者是仇華 我現在就給你機會贏我 我四張幾天 你們全部都二十幾歲 全部都是體能 比我厲害 我都不怕 你贏得到 我會說你厲害 你盡情踐踏我 你說什麼我都會接受 如果你說 你在香港怎麼來東京富士山 又可以 我就和你 連上鳳凰山 大嶼山 有個頂 叫鳳凰山 大佛隔壁 即日來回 早上鳳凰山 下午再殺到西貢的藍蛇尖 上到山頂 山站 再下回 即日來回 跑兩鑊 鳳凰山再加藍蛇尖 你贏得到我的 我服你 沒問題 是嗎 即是 我體能輸了 你們每個二十多歲 但我為何要這樣做 我想自己受苦 我想折磨自己 在這個過程中 我想你們體會到 一天爬兩個山 或者一天上富士山來 那種體能消耗 那種意志 即是你要體會一下 是多麼辛苦 但問題就是 在當中 你也要明白 其實警察 二十多小時 有時不能睡在職業 一直直殺下去 那種痛苦 或者體能的身心俱平 你如何體會到 警察的身心俱平 就是 你要透過這些體能和意志 你才會知道 有多麼辛苦 所以 最後 如果大家真的想 我沒有問題 走就走 即是 我四張幾天一定輸給你 但我輸給你也不要緊 是嗎 即是你贏得到我的 你覺得是開心的 我滿足你 即是 我盡量希望大家開心 或者你可以當我是娛樂一下大家 因為現在香港這麼撕裂 如果有人可以哄到你開心 其實也不是簡單的 好了 今天 華記報道 逼最後 遺漏了一件事 我剛剛看到 張堅廷 張堅廷導演 有個回應 他回應一些事情 其實我想跟張堅廷說 如果我對張導演有什麼冒犯 我是願意道歉的 但我為何要指證你 因為 我本來很喜歡看你的電影 表哥你好東西 表妹你好東西 我也是相對 你一個POL 相對比較持平和中和 但一個持平和中和的人 今天都去支持 示威者去破壞機場 或者破壞香港 這件事 我會不給你 但你正在說 這件事 我會不給你